韩国发生一起连环奸杀少女案 凶手8年时间 每隔两个月杀一人 24名受害人全部是女性 韩国警方累计动员警力 205万人次 调查2万多人 比对指纹4万多人 由于一直没有抓到凶手 成了未解悬案 电影根据真实案件改编 电影开始 老宋是名刑警 他接到报案 田间发现一具红衣女尸 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刑警老宋立即展开了调查 这时在一下水道又发现 一名女子被丝袜捆住双手 到处散落着她的衣服 现场被破环的一塌糊涂 好不容易找到的脚印 还因为封锁不利 被拖拉机压没了 老宋把所有嫌疑犯都调查一遍 还是毫无线索 这天无意中从老婆嘴中得知 隔壁老王家二傻有重大嫌疑 因为有人看到二傻尾随过那名死者 老宋就将二傻当成犯罪嫌疑 抓到了警局 当时韩国办案极其简单粗暴 取打成招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一顿毒打 二傻逼她承认自己是杀人犯 二傻说自己没杀人 老宋没办法跑到案发现场 用二傻的破球鞋印下脚印 然后拍照取证 试图当作证据定二审费 山村出现连环杀手 警方破案的压力与日俱增 一名高级探员来到山村协助破案 毁随一名女子想要打听下路 结果被路过的老宋当成嫌疑犯 上去就是一顿电炮加飞脚 后来才知道是大水冲了龙王料 在还原案发现场的时候 二傻的父亲老王冲在场的媒体扑诉 我儿子不是杀人犯 我儿子没杀人啊 整个还原现场乱做一团 搞得公检法很没面子 最后因为证据不足 只能放了二手 警局里老宋几人凑在一起分析案情 重新梳理线索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受害者都是女性 小苏根据失踪人员的名单 和失踪的时间推断 可能有第三名受害者 警方终于在一片芦苇荡里 找到了第三具女尸 凶手很专业 小苏通过对比发现 三具女尸的死亡时间 发现了七小 受害者死前都穿着红色的衣物 遇害当天都在下雨 警方依此定下计策 决定设置一个陷阱 引蛇出洞 他们让女警小雅穿上小红裙 然后在大雨中漫步 杀人犯果然出手了 只不过遇害的却是别处的女人 凶手在警察眼皮底下作案 受害人都是女性 还都是在雨夜 这已经是第四次凶杀案 发现她尸体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 凶手留下了脚印 但经过大雨的洗礼 脚印已经模糊不清 看来老天都在帮着凶手 他们没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这样警局的人 全都陷入了沉默 这是文职小丽 在看卷宗的时候 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每当有女子遇害的时候 都会有人在电台里 点同一首歌 小苏决定从电台入手破案 老宋则选择蹲点破案 小苏这边进展并不顺利 电台每天都会收到很多信件 用过之后 就会被当成垃圾处理 老宋这边倒是有所突破 通过蹲点 还真抓到个倒霉蛋 但这只是一个有着怪癖的猥琐男 老宋他们照灌立对者猥琐男 都是一顿毒打 还是做假证给他定罪 猥琐男于是就讲了一个 学校女厕所里 跑出杀人犯的流言 老宋他们觉得流言不可信 小苏却是个行动派 立马跑到女校走访 调查无果后 在与校一交谈中 得知山上有个女人 没事就在那哭 小苏来到山上走访 哭泣女说出了 她痛苦的遭遇 原来她在一个雨夜 遭到神秘男人的煎恶 作案手法跟杀人犯一模一样 我之所以能活下来 是因为我没看到她 我只感觉到凶手的手很嫩 就像女人的一样 得到线索的小苏 立马反合距离 却不想老宋已经将猥琐男去打成招 小苏查看猥琐男的手 明显不是真正的凶手 让老宋赶紧放人 老宋受不了他否定自己的判断 两人因此发生了争执 正在这时 收音机里传来熟悉的歌曲 外面又下起了大雨 第二天 果然又有一个年轻女子的尸体被发现 这次凶手更加残忍 法医从受害者体内 发现了九块吃剩的桃子 死的人越来越多 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 就在刑警们都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时 电台找到了点割凶手的名字和地址 警察根据电台提供的地址 警方在他家找到了嫌疑人清秀 人如其名 长得的确很清秀 手也很柔软 关键当过兵 但面对清秀的否认 没有证据的警方也是毫无办法 最后不得不放了清秀 两人为了寻找证据 费尽心思翻听录音的时候 录音机自动地播放了二傻子的审讯录音 发现二傻子可能是目击者 两人马不停蹄 找到二傻子 二傻子讲出了那个雨夜看到的一幕 老宋拿出清秀的照片 问凶手是不是他 二傻子神情谎 在警察追凶的时候 凶手依然疯狂作案 警察根据线索 找到了二傻子 小宋拿出清秀的照片 问凶手是不是他 就在这时 二傻子的父亲赶来大闹 二傻子趁乱跑了 老宋追到二傻的时候 他已经跑到了铁路上 火车及时而来 撞死了二傻 破案的希望再次灭灭 第二天调查课打来电话说 发现了经班 可能是凶手无意间留下 可由于80年代的技术原因 经班需要送到美国做DNA检测 小苏私下对清秀进行24小时监控 因为太过劳累 小苏在车里睡着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清秀不见了踪影 小苏意识到大事不好 镜头一转 这次凶手盯上了老宋的老婆 和一个学生妹擦肩而过 凶手在老宋的老婆和学生妹之间 做出了选择 学生妹被凶手抓走 被凶手奸杀 第二天 学生妹的尸体被发现 小苏曾经与学生妹有过一面之远 见到昔日的阳光少女被杀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将清秀从家里 将她拽到荒山野岭 准备枪决清秀 这时候老宋追到了这里 送来了美国的检验报告 报告显示 经班的与清秀的不服 也就是说清秀可能不是凶手 但受不了这种结果的小苏 执意要打死清秀 老宋制止了他 转眼是七年过去 自学生妹死后 老宋辞去了刑警的工作 成为一名商人 每当他路过那个案发时的勾曲 他都会忍不住的 向那里望面张望 本剧由真实事件载编 韩国警方累计动员警力 205万人次 调查2万多人 比对指纹4万多人 创下各种侦查记录 一些参与过此案调查的警察 在退休后仍坚持寻找凶手 电影在2003年打连上映 但由于杀人犯始终被落网 电影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结局 2019年经过数次比对 警方发现了嫌疑人的DNA 至此 34年的连环悬案终于告破 1994年 嫌疑犯李春因妻子离家出走 而拿小姨子泄愤 奸杀了自己的小姨子并抛尸 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李春已在狱中服刑24年 且表现良好 还被评为模范囚犯 但按照韩国现行法律 案件发生已经超过30年 公诉失效以后 就算凶手认罪 恐怕也无法进行处罚 看到这里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 今天电影就到这里 今天要讲的是 韩国三大悬案之一的 华城连环杀人案 该案2003年改编拍摄成杀人回忆 这部影片和主演也获得了很多奖项 我至今记得在影片结尾 松康浩扮演的警察望向我的那一幕 那个眼神融合了太多太多的情绪 却唯独没有恍然大悟 2019年9月18日 韩国媒体称 已经找到了杀人回忆影片的原型 是一个正在监狱服无器徒刑的囚犯 李春在 李春在于1963年1月 出生在京畿道华城郡 也就是今天的华城市 父亲是农民 家里不算大富大贵 但是也有不愁吃喝的财产和房产 他高中在居家五公里的水源念书 李春在在校是成绩优异的优等生 但是当时同学们会孤立农村学生 总是以他是带着牛粪味的乡下人 排挤李春在 李春在也不和别人交流 逐渐成为同学眼中的透明人 1983年 高中毕业后 他选择入伍 担任坦克兵 于1986年1月退伍 退伍后的李春在 在制作电线的工厂做日节短工 在他退伍9个月后 华城连环凶杀案开始了 1986年9月19日 在华城郡捉蜻蜓的孩子们 在农地稻草堆里 发现了9月15日 邻村失踪的李奶奶的尸体 死因是被人勒住颈部 窒息而死 尸体下衣被脱光 双腿被折腿称X型 因为1986年9月20日 第十届押运会 在韩国首尔开幕 全国各地都调用警察 来首尔警拜 所以这起案件 当时只来了三名刑警 做完现场调查 以交通事故为结论 做报告了 1986年10月20日 凶手再次犯案 25岁的嫖姑娘相亲后 在晚上10点左右 坐公交回家的途中失踪了 尸体在水区管道里被发现 死因同样是被人勒死 凶器是受害人 生前穿着的长筒袜 衣服被脱光 尸体有过生前遭受性侵的痕迹 胸口有被戾气刺伤的伤痕 受害人衣物和钱包 在附近水田里被发现 现场还找到了 烟头和空的牛奶盒 1986年11月的一天晚上9点左右 一名女士在去教堂的路上 被凶手从后面偷袭 拖拽至附近的田里 拖下受害人的长筒袜 捆住他后对其性侵 之后搜刮被害人钱财时 被害人趁其不备逃跑 有幸逃过一劫 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1986年12月12日 24岁的全女士 当天与丈夫约会后 丈夫回公司加班 全女士乘坐公交车 独自回家自此失踪 131天后 在离家50米的稻田田地里 发现了尸体 尸体腐烂程度严重 由红色衣服盖住 头部套着内裤 1986年12月14日 在上一位被害人失踪两天后 当天订婚的李女士 坐墨班车回家途中失踪 一周后在草丛里被发现尸体 颈部被勒 头部套着内裤 双手被内衣带子绑住 冬天为了美丽和保暖 穿着的两双长筒袜 再次成了凶器 现场还发现李女士的一把伞 伞的手把上有血迹 尸体下体也有干涸的血迹 生前不仅遭遇性侵 也受到了虐待 除此之外 警方还在尸体上 发现了疑似凶手的血迹 化验显示 血行为B型 在三个月内 华城已经连续发生四起见杀案了 不过在该案之前 韩国从未发生过连环杀人案 办案人员也不曾见过 听说过连环杀人案 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往这方面想 但由于该案作案时间和手法相当接近 警方慢慢开始怀疑 这些案件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性 1987年1月10日 19岁的红姑娘成为第五名受害人 她在夜晚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害 死因也是被泪止息 凶器是生前所带的围巾 尸体被遗弃在草堆 全身赤裸 双手捆绑在身后 生前遭遇过性侵 警方从受害人体内提取到了 凶手有效的DNA 现场发现了一些疑似凶手的毛发 自此人们才意识到 这是连环杀人 由于案件始终未震破 再加上这次受害人年近18岁 这在华城引起了很大的恐慌 警方加强了调查力度 女卧底警察穿上红色衣服 在雨天的夜晚 从公交车下车走小路 但是凶手并没有上钩 警方从全国各地 调遣有经验的刑警参与本案 白天街上随处可见调查和巡逻的干警 晚上八点半开始 两人一组在相距50米 150米200米的地方巡逻 前五起案件发生在一号国道左侧 警方在左侧区域加强警备 而在警备相对较弱的一号国道右侧 发生了第六起案件 这次案发间隔三个月22天 1987年5月2日 一位30岁的家庭主妇 带着散去车站接丈夫下班的途中遇害 尸体上半身赤裸 死因是被内衣类死 1988年9月7日 距离第六起案件一年五个月后 凶手第七次作案 受害人生前买了丈夫爱吃的桃子 没想到在回家途中遇害 凶手将核桃和六七块桃肉 塞入被害人下体 警方也在该起案件中 提取到凶手的DNA 与以往不同 这起案件有了第一个目击者 是位末班公交车司机 曾在此地载过一位男子 这个地方不是站点 这名男子突然出现逼停公交后上车 身上满是泥土 上车后一边跺脚上的泥土 一边骂骂咧咧咧 还向司机借了打火机 所以公交司机对该名男子 外貌特征记忆犹新 但耗时四个月 司机比对了15万人的身份证照片 还是没有结果 之后华城发生了第八起监杀案 一名13岁的少女 在家中被累死 但事后调查才发现 这起案件是模仿作案 与之前并不是同一人所为 凶手是22岁的尹某 由于尹某一直暗恋被害人的姐姐 于是夜晚破窗而入 没想到认错了人 奸杀了暗恋对象的妹妹 这起案件的凶手也被缉拿归案 1996年11月15日 是13岁在念初中的金姑娘的生日 本该是一家人高兴的日子 可都高兴不起来 金姑娘在扫除而晚归的途中遇害 第二天早晨 距离回家路线很远的一座山上 金姑娘的尸体在一棵松树下被发现 她也是被那一袋子勒入颈部 窒息身亡 双手和双脚被长筒袜一起捆绑在身后 生前也遭受了令人发指的折磨和侮辱 在其死后 凶手用金姑娘上学带的柴纸刀对其胸部捅了二十多刀 被害人下体被插入圆珠笔汤勺等 死者胃里还残留着食物 法医推测金姑娘所遭遇的 比之前受害人遭遇的更为残忍 警方在该案中提取到了与之前同样的DNA以及避性血 1991年4月3日 69岁的全女士在回家途中遇害 被勒住颈部窒息而亡 下体被放入了袜子 生前曾遭遇性侵 尸体在离家150米处的松林里被发现 法医也证实凶手的血刑为B刑血 不过由于全女士尸体手脚并没有被捆绑 警方怀疑这又是一起模仿犯罪 经过这几起案件的调查显示 凶手对女性有仇视和敌意 但是作案后给受害人盖上衣物蒙住脸 心理学家觉得 这说明他对受害人怀有愧疚之心 而凶手大部分作案时间 都是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 以此推测 极有可能是当地的高中生或大学生 凶手并没有清理过犯罪现场 警方推断凶手没有反侦查能力 可能学历和智商也不是很高 截至目前 韩国为了调查华城连换杀人案 已经调用了205万名警察和军人 调查了21280名嫌疑人 对比过570组DNA和180根毛发 以及40116枚指纹 然而还是一无所获 办案过程中 有多位嫌疑人和警察扛不住压力 最终自杀 根据韩国当时的刑事诉讼法规定 刑事诉讼追溯有效期为15年 也就是说过了15年后 即使犯人投案自首 也不用接受法律的审判 韩国2007年修正法规 规定2000年后发生的杀人案 均延长公诉有效期至25年 2015年7月14日 韩国公会以199票赞成 0票反对 4票弃权 通过了一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废除现行的25年杀人犯罪公诉时效 实行今后永久追溯杀人犯罪案 直到破案为止 我国目前也有追溯时效 如果能够及时的在追溯时效内立案 案件就不受期限影响 没有立案的 一般过了追溯时效 不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 而在追溯期限内提出控告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应当立案 而不已立案的 也不受追溯时效的限制 一般来说 过了有效期的案件资料都会被销毁 但是因为该案影响重大 且性质恶劣 所以华城连环杀人案的物证 一直完好保留至今 如今找到华城连环杀人案凶手 还要归功于 经济到南部警察局 未检案搜查团队 他们在2019年7月中旬 将该案证物送至 韩国国立搜查研究所进行检测 将证物上DNA与DNA数据库做比对 这才发现服刑中李春在的DNA 与证物上的DNA完全吻合 他因1994年一起谋杀案被捕 之前一直没有进行DNA对比 是因为韩国这方面技术不成熟 当时第九起和第十起案件的DNA 也是交由日本做提取鉴定 提取DNA对证物有一定损害 而且做DNA比对价格不菲 所以一直拖到了现在 现如今警方调查李春在生活行为 从李春在妻子口中了解到 李春在经常强行与妻子发生关系 有家暴行为 甚至多次将妻子下体打出去 然而李春在与妻子的娘家人相处甚好 孕妇眼中的李春在堪称完美女婿 导致妻子有苦难言 所以后来妻子连家也不想回了 为人妇的李春在曾在生气时 将只有两岁的儿子关在屋里肆意殴打 妻子提出离婚时 李春在逼迫妻子在身体纹身 不与其他男人结婚的字样 1994年1月15日 在中北青州市一家五金店外 堆放着杂货的院子里 发现了一具19岁的女性尸体 受害人同样是被长筒挖勒死 双手被内衣捆绑 生前遭受过性侵 头部有顿气击打伤痕 尸体被发现时 头部被塑料袋和牛仔裤套着 经调查 被害人是两天前 父亲和姐夫一同申报失踪的李苏英 申报失踪时 姐夫陈述 失踪当天下午 2点40给李苏英打电话 让他来拿面包机 三小时后 李苏英才过来 而后说在附近的路口 与朋友有约 连忙出门了 之后就失踪了 警方怀疑是附近地痞流氓所为 开始对当地小混混进行排查 但并没有什么用 此时一名姓金的行径 发现了一处异常 刚发现尸体时 金行径来到李苏英家 转告李苏英的噩耗 当时家里大约有20多位亲属 面对李苏英的噩耗悲痛欲绝 唯独李苏英的姐夫李春赛 冷漠地站在那里 表情毫无变化 金行径着手调查李春赛 在过去一周的行程 发现他没有不在场证明 于是警方开始盘问李春赛 盘问间隙 李春赛和金行径 在厕所门口抽烟时 问金行径 强奸会判多少年 接着又问 杀人会判多少年 与此同时 搜众组在李春赛家厕所 排水口和洗衣机下面的垫子上 发现了李苏英的血迹 至此 李春赛才承认 和李春赛吵完架李家出走了 李春赛正收拾东西 打算回华城 大约过了50分钟后 李苏英因与朋友有约 准备出门时 李春赛突然激起性欲 而后将其抢奸 李春赛看着哭着 埋怨咒骂他的李苏英 想起妻子的面容 一气之下 用锤子打了李苏英 李苏英蜷缩在地上蠕动 而后李春赛又把他勒死了 将尸体放入儿子的婴儿车中 在李家只有800米的 五金电院子里 同时在达鹏用的塑料布下 这块塑料布 本该在两三月开春后使用 恰巧当天夜里下大雪 店主第二天清晨 打扫塑塑料布上的雪时 发现了塑料布下的尸体 也扫出了 华城连环杀人案的冰山一角 李春赛接受调查时 常常强调 这不是事先计划好的犯罪 李苏英体内 有大量用作针钉剂的多细拉米 推测生前应该吃下20到30粒 综合判断结果是 李苏英在睡眠状态下 被实施暴刑 李春赛的陈述很有可能是捏造的 直到金刑警出示针钉剂的证据时 李春赛才承认 强奸是事先计划好的 他将药下在了李苏英长河的饮料里 最终李春赛被判无期徒刑 当地居民对李春赛 给予了很强的信任 他们的说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一种是 无缘无故的怎么会杀人呢 一定是小姨子招惹他 另一种是 妻子离家处走了 问小姨子知不知道妻子在哪 小姨子假装不知道 所以李春赛一时激动 酿成了悲剧 还有一种是 他是杀了个人 但也不会严重到一辈子在监狱里吧 李春赛在狱中一度被评为模范犯人 服刑期间没有惹是生非 根据韩国法律 无期徒刑犯需要在服刑超过20年后 成为假释审查对象 可以被假释出狱 李春赛后来确实被升级为审查对象 但是他的审查并没有通过 当时要继续服刑等待审批 近几个月 李春赛承认华城九起杀人案是自己所为 还坦白了警方没有完全掌握的 三十多起抢奸案 以及另外五起杀人案 这几位受害人死因均是被离死 竟不缠绕着长筒袜 生前遭遇过性侵 身上捆绑着受害人自己的义务 头上也被蒙上了内衣 警方对李春赛的突然坦白难以置信 前面说了 当年华城连环杀人案的怀疑对象 多达21280名 其中就有李春赛 可李春赛即使接受过几次调查 也立马被释放了 因为当时警方错误的认为凶手 是夜里漫无目的游荡的罪汉 或者是村里经常惹是生非的地痞 尤其是有前科的人 而家境良好 受过高等教育 服过兵役的李春赛 被警方很快的排除了嫌疑 而且李春赛血型为O型 与犯罪现场提取到B型血的信息不符 在科技进不下的今天 李春赛就是凶手已经证据确凿 至于为什么当年化验结果都是B型血 只可能是当时技术不成熟 未知原因导致化验结果始终都是B型 2019年10月1日 接受调查的李春赛 讲述小学时曾遭遇同村的姐姐性亲 这一个月内 警方也了解到 看似没有喜怒哀乐的李春赛 对母亲也有一丝亲情 为了得到出狱机会 积极表现的李春赛 强烈的出狱信念是 我不能让妈妈在我出狱前去世 曾作为韩国三大未解案之一的 华城连换杀人案 如今也真相大白 韩国对该案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但是因公诉时效已满 无法对李春赛定罪 这二三十年间 三十多起强奸案受害者的人生轨迹 是否偏移 我们无从得知 十多起奸杀案被害人的遗数 在逐渐渺茫的正义中绝望度日 选择自杀或淋患抑郁 酿成了另外的悲剧 正义会迟到 审判有时效 唯有愈合创伤 只能慢慢熬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